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個《望向快報》 現在節目時間是7月2號 星期二 這裡有我紐西蘭的義德台洋 也有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還有我們在台灣的許劉先生 大家好 早安 節目開之前大家給個like 剛聽的share給朋友也順便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節目通知你 今天這麼早 錄節目當然要檢查一下 昨晚發生過什麼事了 解放了這個什麼 他們成功解放這個立法會 成功解放立法會 是 是不是香港太陽花 是不是 他們複製太陽花 他們複製太陽花學運的 你看到他們那套東西 基本上都是複製太陽花學運 還有把太陽花學運的弱點就剷走 譬如太陽花學運 有人不知為什麼 就偷了一個其中立位的太陽餅 他們就沒有他東西的 這幫人就 連去立法會那個餐廳拿汽水喝 也有給錢 好像給多了 是不是 我看到一些舊水放在那裡 我覺得可能會給少了 我不知道 其實沒有人知道會給多給少了 其實有沒人拿點酒吧 其實 不算了 我不知道了 這個 不過你看破壞程度 你那計算的錢 究竟還沒試 就是這些叫做什麼嘛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英文有個說話就是 你細數你就會計 大數就不會計 不過我看今天 有些人放了一篇文章 類似是說 政權逼成小朋友 應該是 政權吞小了這幫青少年 青年人那些 他有個好笑 就是幫這幫青少年人入了立法會 這樣大肆破壞在那裡辯護 哇 他們其實都是破壞一些很象徵性的東西而已 例如那些 例如那些區廢 噴區廢 踩爛 主席那些超像那些畫 然後踢爛一些東西 他們心想 不是的 然後香港01再拍出來 說什麼碗木倉儀那裡 連那些錄音室那些panel 都拔爛了那些電線 那些什麼東西 雜物房都破壞了 這些很有象徵性意義嗎 有啊 有象徵性意義 象徵他們是暴徒 那些人還可以美化他們 政府迫成他們這樣的 所以他們才會這樣做 我覺得到這個時候 不要再美化這件事 有些人說 哇 這個時候 昨天是沒有暴徒的 哇 你這樣堆爆這塊玻璃 要這樣堅硬衝進去 就是 超越了 應該那個抗爭要有的那樣東西 就是你可以說的 我衝進立法會 是一個象徵意義的那樣 不過我也想說得怎樣 芒果佬的語言是破滅了的 破滅了 你昨天說過的 我們衝進立法會 看看就不就睡 然後今天凌晨四點鐘 林鄭月娥就回同這個 那個旋風頭的那個 張建宗 跟著就盧偉聰 跟著就那個李家超 跟著就四個在說譴責這個暴力 喂 沒有就範 那些什麼訴求 民陣那些 我覺得林鄭 他們這個團隊就用了一個最惡劣的方法 去應付這件事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他們本來呢 如果他自己一個人走出來 你想想大家幻想你的情況 因為其實他們雙方早上是對峙的 就有一班示威者和一班防暴警察在那裡對峙 兩邊中間有些距離的 其實呢 林鄭如果她真是夠勇的話 真是想解決這個社會的撕裂的話呢 她可以走進去中間 就跟學生說 即是防暴警察圍著底下 兩邊中間 兩邊對峙的對峙線中間 林鄭可以走進去 拿著大聲鼓說 同學問 我乃屎了 哈哈哈哈 做了趙紫陽那份 如果她本來做這件事呢 她呢 真是有機會可以解決到黃藍撕裂的問題 她當然沒有選擇 即不是選擇 不是她的選項 其實都很正常的 因為她一早的想法就是很簡單的嘛 你們呢 這班平民百姓 其實影響不了政府的運作 你做什麼都影響不了 就算有200萬人出來 你只不過是遮住一個大媽撒的手影而已 那她就直接跟大媽撒丟 跳過你這200萬人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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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之前已經跟大媽撒丟過了 丟好了 是啊 所以她就用了一個最惡劣的方法去解決眼前的問題 因為其實 其實如果她是跟市民直接對話的話 那她那些什麼明日大餘啊 其他就是為市民解困的措施呢 就會容易一些推行 那現在她基本上就是很簡單的 林鄭 她就是對付這些大媽撒的政策 全部廢了 就是我可以預見的東西就是 未來她這兩年多做完餘下的任期 所有什麼衛民紓困的措施 一些都不會做 那她就完全就是幫大媽撒做事的這個特首了 是 不過呢 從昨天這個公關上的角度呢 其實大家都看得很牙齒 哇 他們這樣殺入立法會 為什麼警察還不出來 將他們全部拉光的那些一網成琴呢 其實她任由 林鄭你可以說她呢 犧牲一個立法會那個 就是裡面的裝修也好 裡面被任意破壞也好 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示他們那種的暴力 就是不要理他們什麼理由先 他們那種的暴力行為 就是那種示意破壞那些這樣 那就變成全球的報紙啊 或者新聞啊 都會是說 以暴徒去形容他們 就是他們有千百個理由說自己不是暴徒先啦 但是已經那個輿論是變成他們暴徒 其實如果警方在裡面 要將他們清場呢 其實是絕對有力做到的 那麼警方他們呢 已經大概攻進去之前的十分鐘左右呢 就散了 不過那個盧偉聰都好笑的 為什麼你散了呢 是不是放一個空城計 特意被你破壞的 他說不是 我們怕人踩人而已 那些這樣 是啊 他覺得很危險的話 他說他怕危險 還有他看到有些示威 就是我解釋一下 全套他的事情 我說回就是 他說有些示威者呢 就已經搞那個電標房 就是那些燈 他很怕的一件事呢 就是那些示威者呢 就會關掉整個立法會的燈 如果關掉那些燈的話呢 警察就會很危險 還有他們裡面的人是很少的 他們警察撤離的時候 外面包圍著立法會的人呢 他們估計是有三萬多人的 後備電就停了大概30秒左右 就會後備發電機 就會著返的了 立法會來的 不過所以呢 那個變了 林鄭這次都挺成功的 就是將整個輿論扭轉呢 如果他在裡面暴力清場的話呢 那今天的頭版就不是變了 他們肆意破壞什麼暴徒 無法無天那些這樣 是變了林鄭月娥暴力清場 立法會那個勢不低頭 差不多這樣 就是叫困獸鬥啦 你把他們全部引進去 然後如果不斷發射催淚彈 人踩人真的隨時會出現 因為人多得真的太離譜了 他們有破壞 破壞完他們現在走 這樣都叫做和平清場啦 起碼真的沒有人頭破血流 沒有傷亡 這算是一個很和平的方法來的 其實他有一個大環境 背後就是 其實這件事呢 就不要看得純粹是示威者和警察的衝突 就是那個輿論呢 其實一面倒是不支持這個逃犯條例的 在香港也是 你看回香港的報紙 沒有一份報紙是支持這個逃犯條例修訂的 全部都是反送中 就算連這個經濟日報 這些這麼親建制的報紙 或者他旗下的i-money 都是作一些東西出來 說如果逃犯條例修訂一生效 香港做的生意就會全部去新加坡了 其實很多都是謠言來的 我認為香港政府其實這次一開始就很輕視整個立法程序 需要和公眾的諮詢和某程度上宣傳啦 或者是告訴別人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們沒有做到 現在的主導權其實就變成在那些大媽省的身上 因為那些大媽省其實是間接控制了很多傳媒 如果你看回香港的傳媒就是 你看看NOW TV 其實香港現在除了TVB是比較親政府之外 其實其他的媒體都是一面倒反對這個 逃犯條例修訂的嘛 而且每個人都是用反送中的嘛 而且每間的傳媒都是說這件事是什麼惡法 就是很認真地說 其實這班人其實是很可惡的 我這班人的意思就是那班大媽省 他們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挑戰政府的權威 但是林鄭她就用一個很...比較... 我認為是很壞的方法 就是直接跟這個大媽省掉 而不是嘗試... 拉著學生和觀眾進去 不是嘗試改變那些群眾的想法 那不要緊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處事的方法 那她現在做這個手法呢 香港會有更多的後遺症 就是那個社會會會更加撕裂的 這個不用說的 而且你會看到現在那些王衛兵就躺躺欲動 就好像我們昨天批評過的何韻詩那樣 那何韻詩就出了一個貼 就是在Facebook那裡 她就...真是很霸氣的 這個簡直是江青啊 新一代江青啊 就是王衛兵的江青 真的 因為她只看網上新聞就手指指的 鬥號 跟我閉嘴 只說偉論沒有在現場的 鬥號 跟我閉嘴 不知道頭不知道路的 鬥號 跟我閉嘴 可以做一首歌 是 當我說了三個同學收聲 但不要緊之後還有一個解釋 就是那些小孩的勇氣和質素 比我們高出N倍 江山是他們打出來的 打出來的 他們要選擇怎麼做是他們的自由 不到你們任何人長篇大論 OK? 其實跟文革是差不多的 真的 有一天如果警察抓到她 帶她上庭 會不會說她什麼都不知道呢? 如果你看回這個四人幫的成員 江青 其實她不斷在煽動極左思潮 煽動的學生一樣 煽動的年輕人 是啊 就是讓他們覺得你們是 好像那個叫什麼 托鷹 是不是叫托鷹 你們不要做錯事 跟警察說 是啊 就是這樣 還有現在變成社會 他們現在是 完全地把對立和施裂再度加強 一方面就說他們不是暴徒 他們是政府迫城的 你看看林鄭還不肯回應 四點鐘出來的時候 都是不肯回應 有些問題是沒有回答的 好了 他們繼續堅持 另一方面就說 這班還不是暴徒 那些搞亂香港 現在變成了 林鄭博一博 看看民情會不會回到他們那邊 所以他就放開立法會任他們 任他們搏 就是盡顯他們的魔性 文革的王衛兵的魔性 很像那些王衛兵 是啊 尤其是最突顯到 我覺得這個王衛兵的魔性 就是在蔣麗雲議員那張桌上 連母親都不放過 就寫 X你老母 就是在蔣麗雲的桌上 用藍色字去寫的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每個人都做 怎麼說呢 示威都是有一個訴求的 其實說真的有一個訴求 那現在他們這次民陣 他們有五點 第一點 我不記得了 台樣可以補充一下 第一點 就說他要撤回那個 就是那個 曹犯修訂條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我真的不太記得 我純粹憑記憶 因為我人都老了 其實 第二個呢 就是說他說要 我找到了 第二個呢 我說了 我找到了 第二個就是 收回暴動定義 三 撤銷對今天 所有反送中抗爭者的控罪 四 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 五 五 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 立即實行雙普選 嘩 你叫這樣 我們解釋一下 我說一下 解釋一下 不是 他們還有一樣 林鄭下台 我覺得應該還有 我不知道 但這個應該沒有說 不過不要緊 第一個 徹底撤回修禮 分明就是為逃犯發聲 絕對 現在 因為他徹底撤回的話 其實在國際上 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訊號 就是說 你的逃犯都來香港了 是啊 全中國的逃犯都來香港了 是啊 還有香港大陸母的男士 我們說過 可以去台灣殺了她 被陸母殺的女朋友 然後就可以棄屍方野 然後馬上坐飛機回來香港 是保證沒事的 還可能有二百萬人支持你 那好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這個說笑而已 不知道真還是假 不過 明義的事實是這樣 這個事實是這樣 陳同佳就來放的了 大家小心點 沒錯 之後就是收回暴動的定義 怎麼收回暴動定義 我沒有定義 他真的是暴動 客觀事實就是暴動 怎麼收回暴動定義 他真的是暴動 就算之前他們那幫人沒有暴動 你這樣撞穿了那塊玻璃 衝進去噴東西 是啊 很久之前胡志偉說過的 就是要求不要叫暴動 最多叫破壞公物 那這些都不算暴動 扔上去 搶水彈那些不算暴動嗎 很認真地說 你這些定義的問題 其實就是法律的定義 就是要改法例的定義 就應該經過這個立法會 是不是 你什麼收回 你完全對這個法治是沒有常識的 這個人是 就是這幫人 他干預司法呢 他這樣做 這樣的要求就是干預司法 還有他是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 還有他這幫人 反送中本身就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所以他怎麼說呢 他不尊重都是正常的 因為他都反對香港的司法制度 是不是 所以現在都是正路的 就是對他們來說 就是那個邏輯思維 都是有連貫性的 那好了 那第三就是撤銷對 對所有反送中抗爭者的控罪 其實都是同一條思路來的 就是 就是他們這些抗爭者 是凌駕在法律之上 他們個個都是這樣說的 抗爭者是凌駕在法律之上 政府是做不到的 這個是司法部的權利來的 政府是獨立的 政府和司法是獨立的 行政、司法、立法是獨立的三個 但是就是行政主導立法 司法是完全獨立的 這幫人其實是爭取一國一制的 我很認真跟你說 那就好了 一國一制的攻堅法一起搞 更開心 其實是爭取一國一制 實際上 其實為什麼叫他們王衛兵 因為他們沒有邏輯思維 那好了 第四 徹底追究警隊冷權情況 這個要先調查 怎樣徹底 怎樣追究 你一開始就說 你不可以假定警察是有罪的 這幫人根本就是一國一制的先鋒 為什麼 一開始就說警察是濫權 你說是是不用查 不用查 立刻說追究 你設計調查也可以 你不是追究 一開始就咬定警察是有罪的 還不是一國一制的行為 這個是中國大陸內地 原來他們說怕內地的法例來香港 是要他們自己把內地的司法帶來香港 是不讓政府把關 不讓香港政府把關 原來是他們要把內地的法例帶來香港 就是內地以前比較劣質落後的時候 那種司法制度嗎 現在可能進步了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 它是最劣質的那一份 因為其實大陸現在實際上不夠證據 它真的不會告你的 它會撤銷告你的 現在內地主要的情況就是 通常的情況就是 因為他們公檢法一家 他們抓了你之後 他們不斷搜證 抓夠證據就告你 不夠證據就放人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真是好笑 最後那一件更好笑 就是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 立即實行 雙真普選 其實呢 有一件事呢 我是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呢 你用行政命令 怎麼解散立法會 為什麼要用行政命令解散 喂 立法會裡面呢 就算不承認那幫功能組別的議員 那其他的議員已經是直選了 是嗎 是啊 真普選 什麼叫雙真普選 是不是只是選到你們這幫人進去 或者你們這幫人喜歡的人進去 才叫真普選 是啊 你選到那些建制進去 要再重選的 你覺得可能是這樣 這幫人其實根本就是瘋了 因為呢 他現在說的話 什麼叫雙真普選 我可以說一件事給你聽 現在呢 中國呢 大陸裡面呢 他們說自己呢 都是有真正的選舉 你是不是要把大陸那套真正的選舉 帶回來香港呢 你們這幫暴徒 逐級選那種 層層遞進的選那種 等額選舉 實際我不認識的 大陸那些說真的 不過 他們就說自己有民主自由的 中國大陸就是經常都這樣說的 因為那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它是民主自由都有的 民主自由富強文明 法治 這些全部都說的 這些 大陸都經常都見到的 這幫人是 真是一國一制的 真是想 社會主義是價值觀的 其實這幫人如果是 擁抱社會主義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 就是把這個訴求去找大媽撒開刀呢 不應該找政府呢 就是你這幫黃衛兵 是不是應該去找李嘉誠 劉鑾紅啊 這些人 找他們 講數呢 因為他們才在控制著社會資源 社會生產資料由他們控制了大部分 是不是啊 你們是否認識社會主義呢 這些人 黃衛兵 他們很好笑 他們現在的訴求 根本跟香港 香港人最珍惜的 司法制度 是完全相反的 他們這幫人 破壞了 破壞了 破壞了一國兩制 還有一個叫做梁家傑的人 這個所謂的大律師 這個很可苦 你讀出來吧 不如 他們才去衝浮立法會 然後人家說不給他 然後在外面的記者 在麥克風裡說 你爬開了 這些人 你爬到哪裏 這個黃衛兵現在好像林彪一樣 這個黃衛兵的首領 其實很快就被內部的人鬥到 就是要出國的了 黃之鋒哥 去美國 看一看文革的歷史 很快 這個林彪也是很大的 黃衛兵也不喜歡你 遲些歐諾軒沒有了份工 他都沒有了 歐諾軒是這個林彪的白手套 很快就要跟上去 坐上一個三叉擊客機 去投奔蘇聯 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班人很好笑 究竟他們爭取什麼 你爭取自由民主 其實 說真的 人家撞玻璃的時候 就很應該切割的了 你為什麼要撞玻璃 我不讓你撞 他們要不切割 什麼不批評 不篤灰 不知道不什麼鬼 那三樣東西 他們這班人想的 根本就不經大腦的 如果這幾樣東西你都不做的話 你其實就是 嚴格來說 就帶頭破壞這個社會的法治 就是 你們那個反送中 所謂的反送中 我不認爲是 你反送中是反對這個惡法 是保衛 守衛香港的法治 喂 你們這班人基本上 現在就是製造新的惡法 怎麼說 就是製造一些先例 就是用這些暴力行為 去爭取你們要爭取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要爭取什麼 其實要爭取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 有得這樣的嗎 其實這個人真的是廢物來的 其實今天本來就有個叫做陳宏毅的人 批評公民黨沒有譴責示威者衝入立法會 其實是很對的 就是這個陳宏毅就是香港大法律學院的教授 他講得很對的 那梁家傑就怎麼駁他呢 梁家傑這個人呢 其實呢 他的律師牌可能都是在東莞買回來的 真的 為什麼呢 他說的那些事情呢 很奇怪 他不是在法律層面說話的 很簡單 梁家傑說 什麼是法治 問號 什麼是以法治人 問號 陳宏毅你搞清楚才批評公民黨罷 你都有讀歷史的罷 如果可以避免的話 沒有人想要生靈塗炭的革命 如果路易十六 滿清政府 或四九年時的國民黨 不是抱殘手缺 不願進行公道的社會改革 根本就不會有法國大革命 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出現 你說要譴責示威 年輕人使用暴力 為何你不譴責林鄭月娥 政府對三百萬 嘩現在提升了一百萬了 三百萬 又多一百萬 所以我也說 你給他們說二百萬 他們一定會下一局就拿三百萬這個數出來的 你真的不相信我 其實聽我們的聽眾 喂 為何要說二百萬 他們當然要說 因為他們遲些就會越煲越大 根本說都沒有人相信 好像大紀元那樣 煲到一億人 推出共產黨 不過不要緊 繼續說 不抽不彩 那種以輕滅囂張表達的制度暴力 文號 當環有力玩狂難的機會 力玩狂難機會的時候 請不要輕輕放過 否則再回頭 已是百年生 其實 我也不知道他是讀英文出身 還是讀中文出身 如果你說他寫中文 行文 絕對就不通信 如果他讀英文 他寫出來的東西 也沒有學英文的人那種邏輯性 什麼回頭已是百年生 請不要輕輕放過 不知道說什麼 總之很簡單 就是他們這幫人有沒有犯法 現在你們這個公民黨 就是要這幫示威者凌駕在法律之上 是不是 林鄭月娥政府對三百萬人次上街的訴求 不抽不彩 那是林鄭月娥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承認的 林鄭月娥有問題 我們經常罵 但是 我們不要說要衝進立法會 是不是 你有其他方法表達你的意見 還有為什麼是衝擊立法會 立法會有幫林鄭月娥推廣這個惡法嗎 你們說的惡法嗎 林鄭月娥 這個完全是亂差的來的 你們先說 我有電話進 哦 哦 喂 接回剛才社長這樣說 林鄭月娥的惡法 你說要推 不見都收了 沒有腳去推 立法會 不只是立一些 替某些利益集團有利的法例 還有普羅大眾市民生活 識識相關的法例 很多事情是浪了在那裡 因為你們這幫人這樣搞 很多民生議題 推不了上去 那怎麼辦 現在就給你們這幫人浪一浪 現在以後就怎麼做事呢 等我再說一次 其實這幫小姐姐都瘋了 我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衝進立法會 先說回頭 剛才台仰說了他們的意見 那我說我的意見 就是 喂 立法會裡面只有一個議員 就是幫忙推廣你們說的惡法 只有一個 整個立法會只有一個 那個就叫做葉太 葉劉淑儀 喂 現在你們為了一個葉劉淑儀 衝擊整個立法會 立法會裡面還有泛民議員 你們最喜歡的泛民議員 是不是 都是陪你們反對惡法的 還有一個自制逃犯條例的圖謹申 是姓陶的那個圖 啊 逃犯條例 他自制的 喂 大哥 你衝擊立法會是代表什麼 其實就不是代表你衝擊葉劉淑儀的 你是衝擊了 你不單止衝擊了那個功能組別 你是衝擊了整個直選 你們是不尊重直選那幫人 為什麼 你搞什麼 你們 其實這幫人有沒有想過他們是 為什麼要衝擊立法會 要衝擊不如我直接衝上新聞黨 如果我是真的反送中的話 喂 葉太你這麼黑銷這條反送中條例 什麼了解 我們去衝擊你 是不是 冤有頭債有主 這個世界 好了你不喜歡林鄭 林鄭月娥政府嘛 不秋不彩 好我就衝擊禮賓府 為什麼 其實你衝擊立法會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要衝擊立法會 玩什麼 你衝擊 是衝擊 就是衝擊那個禮賓府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 那些目標是很不合邏輯的 不過為什麼 或者我又想一下為什麼 他會是衝擊禮賓府 可能因為很多所謂的惡法 都由那裡產生出來 所以 是不是搗亂了進去 是不是 他衝擊這個立法會 他不明白 不過不要緊 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已經做了 但是你看看梁家傑那種辯論的方式 其實是很愚蠢的 其實他現在說法國大革命 孫中山 毛澤東 關什麼事 不關事 因為梁家傑現在就是要領導一個革命 法國大革命 他現在是文化大革命 是這個劉文的文 是 是 文化大革命 是啊 這個王衛兵文化大革命 就是要令到整個社會都亂了 對 其實現在他就說自己是 這個梁家傑真的是一個廢人 但是呢 他就把自己抬到好像孫中山和毛澤東的歷史高度 毛澤東的人呢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暴君 但是他始終都是一個偉人 他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 就是我認為 你不可以 每一部棋他都走得很準確的 如果說回文革的時候 他可以說是得到港大的市民支持 才可以發動到的 是啊 雖然你說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他也是一個 毛澤東嚴格來說 都是一個造謠分子 跟劉細良一樣 就是搞文化大革命 他處事方式是 可以說 這個反送中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看回毛澤東這個人 追隨他的不單止是中國人 是全世界都有無主義分子的 Mau is a rebellion 輸出革命的 是啊 因為他說的話是真的有了道的 你梁家傑說什麼差的東西 自己的理論水平這麼低 他還想自己做毛澤東 不要發文 你人人都過半百了 你回家去找孫子算數了 這個小子 還在搞穿香港 還在做議員 他想做毛澤東 但是很可惜 怎麼做呢 你只可以有一個毛澤東 他不可以再做另一個毛澤東出來 要死幾千萬人才做到一個毛澤東 你要幾個香港才夠 一個香港是不夠的 很認真地說 你梁家傑說什麼 這些傢伙 哎 香港有家產生提供的留言 香港見了軍了嗎 沒有啊 這個廢人律師 只是懂得打嘴炮 叫梁家傑買了一層樓 革命買槍買武器 他那個人買了一層樓 自己去移民就有份 這個家產生的留言 我也是讀出來的 是啊 是啊 就是很可惡 我就覺得 你這些小人 就是不停地去 要捧著那煲火 現在剛剛 昨晚撲釋了 現在那幫人 是保持著火 不想他們認識 沒有意義的 不停地搞穿派對 搞什麼呢 沒有錢賺 沒有好處 為什麼 其實他們 就是我認為就是想 真的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在香港 就是在香港 我們這些站在中間的人 很危險的 就是 我們保持著刺爆他們的 不會停的 但是很難的 我也覺得很難的 就是很難的 壓力是非常大的 其實 不好意思 就是其實 因為有些人 就真的 純粹為了政治立場 而講算 香港 比如 有一個叫Gordon Poon 的人 好像他 出了個帖 這個就是 許留先生發出來給我們的 那他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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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說 現在有人開始 spin民意逆轉 林鄭陰獨佔上風 不要跟著劇本 為什麼不這樣 不不不不 ok 你繼續不好意思 他叫你不要說事實 tap the initiative to present our narrative 錦炭浩 昨晚 一個暴徒也沒有 錦炭浩 年青人士主流民意 和我們所有香港人骨肉相連 是我們的未來 希望 嘩 人渣來的 Gordon Poon Gordon Poon 什麼水來的 什麼 以前就是撐 胡蘇貞 現在這次他就講 另外一個 他純粹用政治鬥爭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這樣講 他有他的這樣的說法 沒問題的 但是一個實際情況 就是 昨晚一個暴徒也沒有 年青人是主流民意 不是 絕對不是主流 我認為不是 多少人 多少人 數得到的 昨天民陣 他自己報數出來 都說自己只有 五十五萬人出來遊行 有沒有這麼多 他自己報數 實際當然沒有 有水份 我們不用說的 其實這些報出來一定有水份 不過這樣說 你有多少人呢 你說多少人就有多少人 我很信得人的 這一方面 因為我覺得 說數字是沒有用的 你是不是都亂報的 是不是 我也不想 因為我其實 我沒有那些 航拍機 在那裡拍著 有多少人 又沒有數過 我不會再說這件事的 還有我又不是24小時 看著你們 有多少人去遊行 我自己就沒有這樣的精神去看 不過我呢 就認為你說多少就多少 那你由200萬人跌到55萬 因為其實為什麼我說要說 200萬是任他說的呢 就是 你現在就由200萬跌到55萬 你損失了145萬的支持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人衝擊 可不可以這麼說 其實 那你就全部都做了醬油碟 那些大媽撒在後面繼續點你 我這樣看 因為大媽撒手上有傳媒控制著 有些傳媒再指揮他們出去 他們自己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從來都是香港的所謂地產霸權 一直都存在 但是那個人就是罵政府 為什麼你的樓住這麼小 越住越小呢 但是樓又越來越貴 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來的 為什麼價格可以飛到這麼高呢 你是不是要政府控制價格先 控制價格就破壞一國兩制 破壞這個資本主義制度 那不行的 那你找政府 那你應該找大媽撒搞嘛 搞他們嘛應該 是啊 沒錯 其實這個 真的沒有辦法 唉 不過不要緊啦 這一節節目其實應該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過在節目完結之前 許留先生就發了一條新聞過來 讀一讀 你讀啊好嗎 等一等先啊 在哪裡 我讀了我讀了 逃犯條例 是 示威者為事巴拿噴漆 立會一大現立撒山 那好了 這個就是東方日報的 那就是 立法會昨天 就是一號 租數百名示威者圍攻 被叫開立法會的 被叫開立法會鐵閘在內大肆破壞 是 會議廳內 驅徽亦被塗污 防務警察至今天凌晨清場 施放催淚彈 驅散示威者 事後立法會外 遺留大量垃圾和雜物 清潔工疲於奔命清理 立法會大樓多幅玻璃幕牆遭示威者敲懶 現場一片頹緩敗 雅滿木蒼儀 有示威者為 士巴拿噴漆和五金工具 雙等攻擊物品 不是 我要更正這個方向 不應該叫攻擊物品 是工具 是的 因為可能他們當中有 許留山說的就是 當中有汽車維修員 所以有士巴拿噴漆和五金工具 都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許留山也是 看這幫人辯護 哈哈哈哈 其實這些是 我們現在這樣搞好像很搞笑 其實苦中作樂 沒辦法說這些事情 還有多名清潔人員 就把雜物放在黑色垃圾袋內 有垃圾袋內 就堆滿了磚頭 另有清潔工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另外有清潔工 就把貼在牆和登柱上的紙張貼紙撕走 那麼 金鐘海福中心對出的下角度 示威後就留下多個垃圾扇 需要召來夾斗車 夾斗卡板等較大型的障礙物 下角度 下角度 印尼銀行對出就有磚頭被掘起 暫未被清走 衝突過後 今早警方報防就明顯減少 現場暫時只有數十名的警員 在立法會大樓外和政府總部外留守 真是慘 香港搞成這樣 還要有一幫人都要辯護 大立法會那個玻璃幕牆 現在我看到東方日報這張相 起碼都有四張 很多幅 是呀 就完全被示威者打爛 唉 唉 不知道又要找人高價 又要花一筆錢 這幫人真是 還有印尼銀行對出的地磚被人掘起 這些是很辛苦的工作 要弄回都很麻煩 這幫暴徒又不去弄 挖爛了 唉 他們 我不知道 總之現在香港就很奇怪 其實任何有少許常識的人 都很難為這幫人辯護的 還有那個垃圾山 就真的很骯髒 以一個香港這麼多 這麼人口囚蜜的地方 有這些事情都真的不太好 那說真的 很差的印象 整個國際形象 真是毀於一旦 可以說是 是啊 不過有些清潔工人要清理 總之 本來有回歸日慶祝一下 給這幫人搞一搞 又要叫回來開工 不知道有沒有多些錢收呢 不知道了 真是 唉 希望政府補貼一下吧 政府應該派一些bonus 給清潔工人 還有警察 至少要補水 超市補水 超市補水 一定要補水的 好了 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